原體實驗室胡哥來測試 各位觀眾 這是出生兒一兒寶寶 正常的髖關節的X光片 這是出生兒一兒髖關節脫臼的照片 可以看到他的髖關節 跟他的骨骨頭是脫離的 根據統計 千分之一到四的出生兒寶寶 會有髖關節脫臼的情況 為什麼會髖關節脫臼 該怎麼樣治療呢 跟著我一塊到小兒骨客去了解 主任 要沒有知道 小朋友有沒有髖關節脫臼 去靠這台機器 是的 這台是什麼機器呢 這台是超音波機器 那怎麼樣做 可不可以幫我們示範一下 好 來 爸爸 我們把小朋友放到這個台子上 好 那做的時候 我們要先把尿布解開 這一般有分成兩個原因 一個原因是遺傳的因素 有些小孩子他們有家族食 所以他本身的體質 會造成髖關節脫臼 另外一個因素是母體內的因素 比如說媽媽的養水過少 或者是說胎胃不正 這些都可能會造成髖關節脫臼 髖關節發育不全 它的角度就會不好 一般我們是測量所謂的 這個阿發角是65度 正常就是60度以上 是屬於正常的阿發角 如果阿發角小於60度 那就屬於異常的 那就需要接受我們吊帶的治療 主任要請教您 什麼樣的Baby適合使用 這種髖關節吊帶 當我們有診斷髖關節發育權 比如說剛剛做超音波檢測 阿發角在60度以下的話 我們會建議使用髖關節吊帶 髖關節吊帶的用意 主要是兩個 一個就是要讓腳彎曲 自然的彎曲 另外一個就是外展 最重要的就是說 彎曲的角度 大概要100度左右 所以彎曲的角度是指 就是小朋友這個腳 要讓它自然的彎曲 如果腳幫它放直的話 這對髖關節發展比較不好 所以要讓它自然的彎曲 穿髖關節吊帶之後 還是要持續的做追蹤 我們會觀察小朋友 髖關節的穩定度 如果說它穩定度有趨近正常 我們大概可以在三個月後 就不用穿了 這個產檢都沒有辦法檢查出來 一般來講從產檢 是無法檢查出來的 為什麼 因為產檢它 因為小朋友 它在媽媽體內角度的關係 你很難確定說 它是否是完全頭久 可能要等出生之後 做檢查 才有辦法再檢查出來 比較輕微的 可能在一二房間 沒有辦法檢驗出來對不對 在家的話 爸爸媽媽有些什麼樣方法 可以發覺自己出生的寶寶 有沒有這樣的情況 要該怎麼樣的察覺 基本上大概有兩個方式 可以來察覺 第一個當然是換尿布的時候 如果有聲音這個要注意 第二個 可以把小朋友的腳把它彎起來 可以看看兩側的皺褶 是不是有不同 通常脫臼那一邊 它會變得比較短 所以它的兩側的皺褶會不同 另外一個方式 可以把小朋友的腳把它彎起來 看它膝蓋的高度 如果比較脫臼那邊 它會變得比較短 所以它的膝蓋 就會變得比較低 新鮮兒若出現了 髖關節脫臼情況的話 麻煩媽媽不用太擔心 因為及早發現及早治療 就可以獲得良好的改善 特別有家族時 女性 第一胎 屠胃的家長們 必須特別留意 人底試試 我們測試完成